最新娱乐资讯,萧平生下线了,小皇帝的表现也让人欣慰,虽然人在高位,有诸多身不由己,但依然是个好孩子,萧平生去世的消息传来,虽然身边有母后,朝臣,太监,但是小皇帝还是忍不住流眼泪,拿袖子遮面,拒绝了母后的手绢,在寻守府的紧逼之下,迫不得已处罚平京,解散长林, 之后小皇帝遣散众人,一个人失声痛哭,而他的母后还不满足,而后,小皇帝亲自去长林王府,并下跪吊宴在古代皇帝亲吊宴不多见,一般只是派人代表皇帝吊宴宣读纪文,小皇帝起身后可怜巴巴的叫着平京,在小皇帝心中,平京哥哥永远是他最喜欢的哥哥,小皇帝问平京是不是不回来了, 他想告诉平京哥哥,也许过两年,我就可以做主了,小皇帝唯一的遗憾就是年岁尚小,虽然被先帝,老王爷教导得很好,但是母亲舅舅,目光短浅,心胸狭隘,如果给小皇帝足够的时间,他应该会成长为像他祖父,父亲那样的一代明君, 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每日更新哦!